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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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今天MELO的剪孙课堂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有点不太一样 首先呢 天气已经装冷了 我第一次穿上了咱们的POLO3 第二个呢 是非常非常感谢咱们的海德利 依然给我们这家这个新品系列 咱们今天的这个新品系列呢 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呢 有出现过 做的是我们的蛋白 夏日蛋白特品 我们的炭烧咖啡蛋白 那么今天呢 我又拿到了这个爆裹 我们这一次呢 要用它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炎炎夏日已经过去了 咱们就是 抓入这个夏日的尾巴 好 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嗯 正好这个是新的 所以说我准备拆开 给大家 给大家这里看一下 分还挺结实啊 打开之后呢 是 6 分 咱们这个价格呢 我们看一下 天猫呢 便宜的时候是在90块钱 咱们的那个四项大哥呢 跟我说 90块钱这么一份货币太贵 那么我们其实我也顺便的讲一下 上面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咱们这么一瓶的这个蛋白质呢 是 它净含量是80克 蛋白质呢 有是25.7克 所以相当于是一大勺蛋白 那么一大勺的这个瓶装 蛋白质要多少钱呢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 通常来说还是乳精蛋白的话 是500块钱 所以说把它均衡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还是蛮实惠的 尤其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不需要洗的这个概念 好 赶紧的开始咱们今天的这个制作 首先选好咱们这个抗烧味的蛋白质 看一遍 然后吃牛奶 好的 这一次的这个牛奶呢 我加了很多 基本上满了 OK 搅完之后呢 我来补充一下 前面已经忘记介绍了今天的主角 我们今天的这个临时的主角呢 来自于我们的消化饼干 但这个不是英国厂的 这个是澳洲厂的 这个口味呢 我看它的外观呢 是特别的实诚 把所有的这些燕麦啊 这些骨纤维啊 都压缩的很紧实 所以说呢 这个呢我特别想尝试一下 然后呢也是正在最近的 阿里收购网易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价钱非常非常的便宜 9桶这个饼干 我花的是90块钱 那么将近10块钱一桶 我觉得这太便宜了 好 赶紧试试看 里面的这个包装是很经典的老外 这种很实际的饼干的包装 那么今天咱们要怎么做呢 看到我的小碗了吗 好的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碗呢 小碗是做咖啡用的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饼干 其实大小正正好的这个碗口 如果说我们的饼干可以在这个 小一点呢整个放进去呢 那我觉得是最完美的 如果放不进去呢没关系 咱们可以把它先切开 好 好 好 来咱们看一下 烫烧咖啡 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咖啡粒 还有我们这个浓稠的蛋白咖啡 特别的香 天气转凉呢 我觉得 有一番氛味 然后呢 现在咱们就把这个饼干呢 切碎 尽量呢 碎些一点 饼干的量呢要多一点 好 然后再倒入咱们的蛋白 OK 再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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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我们已经切碎了 我们已经切碎了 怎么办 不然 要不要再来一份 然后已经切碎了 有机会 把水路 其实呢我跟盛阳大哥现在喝的这个咖啡呢 就是咱们蛋白咖啡 上市的咖啡特意 自从那次之后呢 我一直就喝这个 把它给摇晕了之后呢 倒进去 加个四块这个咖啡原浆 再套一个呢 这个一般的咖啡店的这个外观呢 就非常高大上 对吧 我说这个西巴克它土的啊 我这个是意大利最牛逼的 哗啦哗啦哗啦品牌 你也不得反驳 对吧 好了 那咱们就等这个冰好之后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吧 经过这个一个下午的冰冻呢 现在咱们这个蛋白粉跟这个饼干呢 已经完全的这个冻结住了 咱们可以看到一个杯子里面 然后呢因为我放了非常多的这个饼干 所以说在冰冻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整体我觉得还是很松脆的 它不会像那个 当纯的这个水结冰一样 那么硬 等等我们就看到 我准备把这个再敲散一点 来现在呢用自己的这个体温 OK就可以 好 哦 掉下了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蛋白冰桩呢 已经在咱们这个搅拌缸里面了 我准备用这个铁叉去把它给搅一搅 把它弄得细碎一点 我在切的过程当中 其实发现真的是非常容易 一点都不像冰块 OK已经被我整理的差不多了 像冰淇淋一样了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最新的这个芒果味的 鲁金蛋白粉 那么这个呢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 如果你觉得这个巧克力的太腻呢 我们可以再撒上一点 芒果的蛋白粉的这个包装 下面呢我要讲一下 咱们这个要怎么吃了 其实在镜头前的小伙伴们已经肯定看到了 我还准备了这个特别小蛋卷 小小的蛋卷的冲烫比较好 来 OK 哇 真的非常美味啊 我们在蛋卷里面 导入足够的 咱们蛋白粉的这个冰块 里面有 我们很多的这个 蛋白粉 还有很多的这个 饼干 咱们的 全麦饼干 最后呢 咱们先把它给 一个个都咬出来 因为咱们的这个蛋白粉 里面本身就有巧克力的这个颗粒 所以说 非常容易定型 再加上我的饼干放了很多 所以说 蛮容易的 好了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get到了吗 咱们烫烧味的蛋白冰淇淋呢 就做好了 我已经忍不住了 想要去尝试一下了 咱们这个烫烧味的这个蛋白呢 里面有很多的咖啡味 所以说如果觉得太重了呢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 这个新口味的这个乳腥蛋白 我赶紧吃吃看 嗯 哇 实在是太好吃了 因为咱们的 这个天气呢 也已经冷下了 吃很大块的这个冰淇淋呢 实在是冷淡 它这个小的冰淇淋的这个体积呢 正好让你可以 把这个冰透的这个蛋白粉呢 在嘴里 然后咱们这款烫烧蛋白呢 里面有很浓这个巧克力 还有这个咖啡味 所以说呢 本身就会像我们 哈根达斯的冰淇淋一样 那么因为这个量不是很多 在嘴里呢 一口完全是hold得住的 再加上咱们的这个 外边的这个甜筒 稍微又脆又香 所以整体的就香得一张 我觉得可以再吃几个 真是 真是太好吃了 不枉费我等待一个下午啊 好 那么咱们还有另外一半 我也准备把它一并给做了 那么今天的咱们这款冰淇淋的这个要点 够到了吗 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啊 咱们的饼干的量放的会会非常多 当这个饼干也多呢 跟咱们这个蛋白呢 就结合再快 显然这个冰块呢 不会那么硬 就比较好去操控它 就像咱们的冰淇淋一样 这样就让我们添加进来变得更少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 冰淇淋本身呢 就是比较好控制 OK 这款咱们海里的冰淇淋 最近的炸 蛋白粉冰淇淋 嗯 这里面有消化饼干 然后大部分上我们的蛋白质 阴阳会比较均匀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天桶其实是比较小的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份它的量都是相当的少量 然后这个天气的话也不至于会快速的融化 对吧 我现在呢再把这个 搅这个动作来几个 因为这个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啊 确确实实是非常容易搅 你看一块冰块 搅这个 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搅了之后呢 搅了之后呢 OK 你看 它就是 就这么一个 就跟冰淇淋一样 等等这个我就没这么吃了 往上头 撑上大哥 回去 去上課了 所以說 給我吃一份吧 OK